我最喜欢的中国米是番茄炒鸡蛋 很喜欢广州和县城 我爱你们 我其实很喜欢就是广州和县城那边 因为感觉跟夏威夷挺像的 所以我挺喜欢 而且我觉得食物也非常好吃 有很多海鲜 还有我觉得广州塔 觉得很漂亮 因为我就是去那个广州塔的最上面 我觉得那个风景是非常的美 我觉得是学中文 因为我感觉之前我也没想到 除了英文和日语 我会学习新的语言 所以我感觉这三年学习中文 我觉得是我觉得最大的成果 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的nice 他们都是很好 我感觉我在舞台上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我可以有很多自信 然后在舞台上可以玩得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nice 非常的热情 我爱你们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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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很喜欢 学习这样的游戏 因为我记得在intu1的时候 然后我跟我的朋友李莫开始学习 吴兹琪 然后我觉得就是学这样的游戏 就是中国的游戏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所以我跟我同行一起 开始学大麻将 我之前在拍应该是一个广告的时候 他们让我挺纯洁 大的名堂所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很有趣 所以他们慢慢的开始教我 和他们大麻将 我觉得发下一个专辑 哦不不不 我觉得在更多的城市开宣言 就是表演 我觉得是我的目标 我感觉如果在中国的其他的城市 我没去过的 去过的城市可以表演 还有我觉得在国外 如果可以开学年 我觉得会挺好 所以这是我的目标 因为我自己写歌的时候 从主作到就是创作那个旋律 到写歌词 我其实都想做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中文的水平 还没到那个水平 我觉得因为我还不能写中文词 所以我感觉是我现在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慢慢的 就是开始学习 怎么用我的中文来写歌词 我觉得有 我感觉因为我在这三年 一直在反唱很多慢的中文歌 然后在听这样的歌曲 所以我感觉已经印象到了我写歌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感觉有时候我创作的旋律 我觉得有点像一些我喜欢的中文歌 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在中国一个很大的名字 开玩笑我不会 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中国是很方便 因为在中国我感觉我什么都可以用我的手机来做 比如就是像中东西 快递店外卖 我感觉都是非常的方便 但在国外我感觉是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感觉就是回家的时候 我会记得在夏威夷 就是没有这样的店外卖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 然后我觉得第一个是微信 然后我觉得第一个是微信 第二个是饿了吗 然后第三个是淘宝 不是 不 不是 是我看一下 滴滴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米是 我感觉还是番茄炒鸡蛋 我非常喜欢番茄炒鸡蛋 因为在中国 在国外 我感觉我没吃过番茄炒鸡蛋 所以我来中国之后发现有这么好吃的食物 所以我到现在最喜欢番茄炒鸡蛋 我觉得第一个是三亚 因为我很想在三亚不做工作 然后就是去玩 去重浪 去冒险 然后看看很多不同的在三亚里面的地方 除了三亚我觉得可以去 内蒙古和新疆 就是比较top的一些地方 因为我觉得跟三亚是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在那边可以爬山 然后可以去看很多不同的山 所以我觉得也很有趣的 我会选我自己的歌叫 那一刻我觉得 这事实上不会有比我更喜欢你的人的 因为我感觉到现在我在中国的生活 我挺开心的 然后希望我可以在中国留下来 然后做工作 所以我觉得可以选这首歌 拜拜 拜拜 拜拜